虽然遭受了美国总统拜登恫吓 但美国参议院的议员们并未屈服 最终以49票赞成 5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阻挠了一项价值1105亿美元的紧急支出法案 其中包括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此前 白宫发言人科比曾表示 原污资金接近高庆 未来乌克兰获得资金的机会之窗正越来越小 美国军援占大头 当失去了美国援助 乌克兰很难继续发动反攻 目前 乌军基本转入战略防御 修筑防御攻势成为了重点 乌漏偏逢连夜雨 在逐渐失去美国军援的时候 乌克兰又遭到暴击 据俄罗斯RT新闻报道 乌克兰海上交通监管机构 标记了一艘德国运营的邮轮 该邮轮从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启程 驶向了美国主要军事基地 诺夫克海军基地 乌克兰黑海战略研究所所长 安德烈·克里门科表示 邮轮上装有5万吨石油产品 克里门科称 对于这种情况既不愤怒也不失望 只是觉得太讽刺了 俄乌冲突爆发后 美国联合欧洲国家禁运俄能源 能源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 占其财政收入的60%以上 如果能沉重打击俄能源行业 俄罗斯获得的战争资金将会大幅减少 将无力支撑起对乌特别军事行动 可是令乌克兰感到愤闷的是 欧美国家明面上禁运俄能源 但在私底下通过各种渠道进口俄能源 在乌克兰的眼里 这等于是在间接向俄罗斯提供战争资金 其实除了能源外 美国还从俄罗斯采购了价值不菲的浓缩油 据美媒爆料 2022年美国向俄罗斯购买了价值10亿美元的浓缩油 此外 据俄卫星社报道 今年10月份 美国从俄罗斯购买浓缩油的规模增加了两倍 美国一方面逼迫盟友切断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 并举起制裁大棒 吓唬那些仍然与俄进行贸易的国家 另一方面 却自己偷偷与俄罗斯做生意 美国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这如何能说服美国盟友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 美国所做的一系列事情表明 所谓捍卫乌克兰领土完整 维护自由文明世界都是幌子 美国归根结底 是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利益 而乌克兰正是那个消耗俄罗斯的耗材 经过一年多的冲突 乌克兰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消耗了一部分俄军兵力的装备 基本完成了耗材的使命 乌克兰的价值被榨干后 面临着被美国抛弃的下场 失去美国军院后 乌克兰除了和谈已经别无选择